欢迎收看有话好说 我是叶明兰 便秘 腹泻 宿便或者是痔疮 困扰着很多的民众 或许您尝试过很多方法 却不见得来改善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 还有如果长期便秘 长期腹泻 是不是就是肠躁症或者是大肠癌呢 今天的健康每周报 一起来关心 为您介绍来宾 第一位是阳明大学生化级分子生物所教授蔡英杰 大家好 我蔡英杰 第二位是高雄县医师公会理事王洪玉 我是王洪玉 大家晚安 第三位是医药记者王瑞玲 大家好 我是王瑞玲 我们刚刚说到了便秘或者是痔疮 困扰着很多民众 到底为什么会来发生这些毛病呢 是不是跟我们的饮食习惯 那还有如厕习习惯有相关 首先来看下面的VCR 一口接一口热乎乎的美食全吃下肚 真是一大享受 不过日前有民众吃完羊肉炉 肚子突然剧烈疼痛 还痛到昏倒 送医急救后 医生说他患有高血压又吃太补 结果造成长中风 医生表示长中风会出现恶心 呕吐 肚子痛腹泻或便秘等症状 主要是因为动脉变载或硬化 导致局部血液循环不良 如果发生在肠道就会导致肠壁坏死 出现长中风 有高血压和心脏病的人 尤其要特别注意 保健肠道除了饮食要注意外 乳侧习惯也要留意 医生指出经常带书抱进厕所 很可能导致便秘或痔疮的毛病 我们有时候在一个不自主的情况下 会让我们的肌肉不断地去用力 那这个用力长了 自然而然会产生痔疮 不想让便秘腹泻痔疮的毛病上升 除了少碰油炸烧烤食物 养成健康的乳侧习惯外 医生提醒平常还要记得多吃蔬果 多运动 不耳夜 才能维持肠道健康 好 我们首先就来看 所谓的便秘的问题 所谓的便秘就是大便的次数过少 必须用力的解便 解便不完全 或者是大便过硬 解便时间过长 那它的原因可能有三种 一种是原发性 一种是续发性 还有一种是药物副作用 我首先请教王医师 我们在门诊里面看到病人 因为便秘问题 这个状况大概都是怎么样 便秘的问题有很多种 那大部分的是 我想体质跟饮食习惯有很多 我们多喝水大概就比较少便秘 但是有的人家庭他们就说很少喝水 那另外的话就是年纪大的人 他大概肠子的蠕动力量比较不够 所以就很容易便秘 那那一种的话 我们反而觉得比较困难的解决 那所以在门诊上 各式各样的人便秘大概都有 那我们一般就是说会跟大家说要多喝水 多吃青菜水果 然后就是运动习惯 那这些东西好像其实很难就是有效的 一下子就整改变这个问题 我觉得说其实医生大概都会有一些胃教单张 那我们诊所的胃教单张我今天有带来 我们把它放大的话 我们诊所是比较小张 那我们第一就是鼓励病人一定要多喝水 水喝很多的话就比较不会便秘 第二就是多运动多走动 你每天躺在那边的话 肠子蠕动就很慢 所以一定要多运动多走动 第三就要多吃很多蔬菜 那另外的话我们是希望 吃水果的话要跟水一起喝 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大便就是比较软一点 那以前我在马街的时候 我两个人说有的营养之就说 你便命要多吃苹果 后来有些人说拉肚子要多吃水果 后来去查一查才知道说 我们苹果里面有很多果胶 那那个果胶你吃下去 它会吸收水分 那大部分就比较硬 但是如果你吃苹果 一边吃苹果会喝很多水 那那个果胶吸收水 就变成内容膨胀的很大 会促进蠕动 那大便比较会软 所以我们反而是建议说 大部分的人如果你可以养成习惯 吃一口苹果喝两口水 吃一口香蕉喝两口水 吃一口木瓜喝两口水 这样子的话 大便理论上都会比较软一点 那所以这些都很重要 那再不行的话 你就找医生 那我们医生就有很多药啊 最温的的是氧化煤啊 那有些促进胃肠蠕动的药啊 那另外最严重就是丢抗拉斯 就有一些很强的药 不过这些药是不是说 其实也不能长期使用 怕会养成依赖 这个有两个理论 第一当然是不能长期使用 那第二就是宁愿小病就医 你不要等到全部都塞住了 你吃药就没有效了啊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大概是三十年前 我在马杰院当总医师 我们有个翠伯新村 那个都是八十几岁的老年人 住在那边 那便秘的药 因为他们都八十几岁 便秘很严重 他一天一定要吃两到三颗 甚至到四颗便秘的药 最强的丢抗拉斯 那我们另外一个总医师就说 这不好啦 都只开一颗 那他就是常便秘 那我那个时候我就想说 反正就是真的没办法 都没力气了 那就知道不得已 就一次吃个两颗三颗 那他每天都解得很好 但是这不是好方法 是没法度的时候 那有办法的话 就是按照这些医生 每一家诊所 大概都有一些胃教担当 可以按照这些下去做的话 理论上就比较不会便秘 是 我想请问蔡老师 就是说看到这个肠胃道的状况 其实很多民众会尝试很多的方法 对那我们这边其实也有一些 大家说 如果就像刚刚医师说的 就是多喝水 那也有人说建议说 早上一起床空腹的时候呢 就来喝温开水 或者是呢 这边有一个说法是说 喝500cc加盐的冷开水 那您怎么来看这样的方法 多喝水是没错了 那温开水跟加盐冷开水 这样子是哪一个比较对 我刚才有跟我意思谈 台湾的那个吃盐已经吃太多了 所以我不太不太建议说 吃那个加盐的冷开水 那我认为肠胃道还是要保养它 那少给它冷的东西 早上起来 我还是觉得喝个温开水是比较好的 是那个道理就是会促进它的蠕动 对 其实饮食跟运动是很重要的 那饮食里面我认为水 乳酸菌还有那个纤维素 纤维素就是我们讲吃蔬果啦 这种东西都属于纤维素 我觉得这上个是关键词 就多喝水 然后多吃乳酸菌的东西 然后多吃一点蔬果的东西 这三个是很重要的 瑞玲其实你自己说 其实有时候 因为就是工作压力的关系 其实你也有很多类似的困扰 我跟你讲 几乎天天都在困扰 我常常解释这句话 就是说像便秘或者是大肠造症的人 就是该来的时候不来 不该来的时候他来了 为什么呢 想大便的时候呢 我们就你知道吗 刚好工作上去压抑住压力 我想说等这个时候 这个阶段 四周有时候上课的时候 小朋友最多嘛 就把他憋住 一憋住了 你水分被肠道给吸收走了 然后就便秘 然后呢 你不该来的时候 他来了 因为你一紧张 你又很想去上厕所 那一下就腹泻 然后腹泻便秘 腹泻便秘 一直在 我觉得这一辈子好像 我从十几岁开始 一直循环着这个生活耶 对 然后后来我发现到说 因为是自己的自律神经 有点失调 为什么呢 压力 人生出来谁没有压力 一定都有压力 可是其实压力大跟小耶 所以为什么有人排便很正常 有人排便不正常 就比如说我们压力过大 没有办法 就是说很适当的释放压力 然后加上我们又不爱喝水 有时候一整天你发现到 你喝不到500cc耶 对 然后他就会一直在你的肠子里面 那个大便粪便 都一直在你的肠子里面 堆积堆积堆积到这个程度 对 是 所以大家说便秘 大家就是听 有个说法 就是说所谓的宿便 不过到底有身体里面 到底有没有宿便 其实 西医跟中医 其实看法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北医放射肿瘤科的医师 赖医师说到了 饮食不当造成消化到功能不足 食物的残渣以及其他有害物质 留在肠道皱褶以及绒毛 会引发肥胖便秘 痴疮肝病癌症以及肿瘤等等疾病 另外呢 污日的一个医师张医师说到了 除了少数的病态情形 大肠的内容物呢 是一直在移动的 所以并没有宿便的问题 因为大肠的粘膜细胞 会不断的更新 即使少许卡在肠黏膜 也只是暂时的 我们现场第四位来宾是 中医师吴明珠 吴医师我想请教 这个宿便到底 有没有真的有宿便存在身体里面 在中医的理论 它是有一点宿便 那如果说 其实从解剖上 构造上来讲 你发现它的肠子的 那个长度很长 甚至于它有些说法 这样扭来扭去的 它有些东西呢 如果你常常是诈便 就是不是非常的畅通的 它有可能会有这些宿便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给这个病人吃一些 就是排便 因为在中医的疗法里面 它有一个疗法就是泄法 那有时候你会发现 泄得过分以后 后面它会除了原来的大便之外 它会有一些脏的 生出有些颜色的 那可能在中医疗病法 归成叫宿便 这个部分 那但是它跟你的那个体质 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你老人家 它的那个体质来讲 它的肠胃褥动本来就比较差 那在中医来讲还有一些什么 我们叫肾气不足 所以它可能想要解 可是解不出来 可是解出来的是什么 是正常的大便 或者是说 它解出来的其实是软便 可是它就没有力气解 那这个部分 我们可能会加强这个部分 肠褥动之外 还有加强这个肾水 我们讲中医这个肾 有两个 一个在管水的 一个管火的 那这个部分 火这方面比较不足 这样 可是你也不能够去把它 卸它的火 所以只能滋养它的肾水 这个部分它就会 肠这个部分的褥动就会比较好 那在我们宁床上面 也常看到有时候吃了一些 比如说可能用刚刚那个 我们玩意识的那个Ducolax 那常常会有 对 到后来他就说 都没效呢 我现在都可以吃到四颗 他就说没效 他说 会来看我们的中医这个部分 你说我跟你讲 我一定要树变很多 我跟你讲 不定有树变 我就跟他讲说 这不一定有树变 可能有一些 但是不是非常多 但是这个部分 你的蠕动真的是比较差 可是他说我该做的都做了 其实仔细检讨起来 还是会有一些 比如说水分 或者是像刚刚瑞宁说的 紧张这个部分 有些人常常脑筋里面 管大管小管媳妇 管儿子管女儿 常常自己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部分 把时间都分散出来 尤其是月活药的 这个欧巴桑或者欧基桑这个部分 所以水分纤维青菜 这个要每天去平衡 我是也很重要的这个部分 刚刚还有就是 刚刚您提到有个水的事情 水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在 像我们会有时候会给吃一点 盐巴的这个部分 是因为那个盐里面 它有一些鎂的成分 那它会吸收水 但是通常是建议是要海盐 如果平常的盐 它的鎂的成分是比较少 所以说不是随便给它加盐 喝水 那中间还有一个水 就是阴阳水 阴阳水就是一半的热的 一半热水一半的是凉水 那这样子在早上的时候喝500cc 你是说各一杯 然后分一口热水一口凉水 还是说混在一块 混在一起 就是比如说早上一杯热的 然后一杯凉的放进去 那各250cc放进来500cc这样 然后加一点点海盐进去 然后这样喝在空腹的时候就要喝 这个才会有效果 那有的比较敏感的可能 半小时它就会开始有那感觉 但是我个人觉得 因为像年纪比较大的 它可能这个盐分的这个高 会让它的血压也会有点影响 所以我就是用那个纤维 那就是用这个豆浆 如果它不是痛风患者 这也蛮有效的 你说喝豆浆吗 对 喝豆浆 早上喝500 然后晚上喝500 有分高纤吗 就是你在自己 因为你自己做的 它的纤维很高 你不要给它过浴太多 这个部分也会帮忙 尤其是我们有个病人 他是后来影响了 就是去做了那个大肠镜的检查以后 好像清了太干净了 之后他出来的那个 就是肠乳冻就怪怪的 那你就不能再开药给他 我就是用这种 就是比较物理性的 机械性的 或者是说食疗这方面会比较帮忙 是 我想请问王医师 我们谈到宿便 刚刚节目之前我们有提过说 其实西医里面其实是觉得说 没有所谓的宿便 我是觉得说要把宿便做一个定义 那如果说你放了好几个晚上 那你就叫宿便 那有可能 因为有些人 他的甲瓜米肿都不运动 那大便都会蠕动慢的话 他可能放久一点 所以我倒不觉得说 一定是西医没有宿便 终于有宿便 就看你宿便的定义是怎么样 那当然是像我们刚才 刚才有一个医师讲的 就是说大便它就是一个动态的平衡 一只吃一只放一只吃一只放 那你当然你如果吃了十份 只放了九份 九了你就会积大便 那如果你吃了十份 都出来的话 那这样子我们大便 那个肠子里面就是比较干净 那就没有问题 那另外刚才我们 钟医师讲的就是说 这个鎂的话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 所以你们在吃胃药的时候 像我们的话刚才就讲到说氧化鎂 这个鎂的话 大概都会让你大便比较软一点 那另外铝离子的话 铝的话只要那个胃乳 胃乳片里面有铝的 都会让大便硬一点 所以你去看医生的话 如果说你是一个肺痒的病人 医生大概会比较细心问你 平常大便比较硬比较软 那你大便如果比较硬的话 他可能会开一些寒鎂的胃乳片 大便很软 常常拉住会开一些寒铝的 那不然就是平衡一下 那所以可能有时候要小心 如果你常在吃一些胃药 吃了常常便秘 你常常拉肚子 可能就是那些铝跟美的平衡 就可能要检讨一下 是 医师现在是提到的 就是说其实如果从大便 你去观察 也可以看出你自己的身体状况 包括你可以看到它的形状 它的味道 它的颜色 其实这些可能都是提醒说 你的身体可能出了哪些问题呢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你的BCR 排便是人们的重要功课 不过你有仔细观察过 你所排出来的便便 以及排便习惯吗 没有 似乎许多人对自己的便便都不熟 正常便便颜色大多是黄到褐色 而颜色及浓淡 可能与所吃的食物 药物 甚至疾病有关 偏黑色的便便可能是 摄取太多的肉类或铁质 红色的便便有可能是 肠道出血 痔疮甚至癌症 而灰色的便便通常是肝胆出了问题 医生表示便便的臭味 会随着体内的细菌 及所吃的食物有所不同 除了颜色气味之外 还可以用形状来观察 自己的便便是否正常 球状像栗子的便便是水分太少 要多吃青菜 条状像四季豆的 代表你的肠道已经老化 想要了解你的身体健康 就从进厕所的这一刻开始 我想请问一下蔡老师 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说 如果说多观察自己的 一个大便的状况 确实可以知道说 现在可能要特别注意哪方面 其实我们大便 我们的便便 真的是我们的健康的讯息中心 那我们从几年前就开始推广 说大家上完厕所 不要马上通水要看一眼 到现在还有年轻人 还是不太看了 其实我们的宣讨 真的真的对年轻人比较着力 其实在日本有个调查 我想台湾也是这样子 老年人的大便 老年人的肠道比年轻人还健康 老年人是30岁40岁的肠道 年轻人是50岁60岁的肠道 所以刚才有几个错误 就是说上完厕所不看一下 上厕所看书看报纸 这都是不太对的 其实多去观察我们的大便 刚才有讲出来 颜色可以跟你讲很多事情 密度讲很多事情 味道也讲很多事情 还有那个密 我刚才叫浮沉的东西 浮载船 这都是很重要的东西 其实我要讲一个观念 我们的观念说 一个叫脑肠轴线 就是我们的大脑 我们大脑跟我们的第二个大脑就是肠子 这中间是非常关系非常密切的 为什么上厕所不能看报纸 为什么上厕所要专心上厕所 就像我对我太太 我就是要专心对她 你要看书看书的 这个第二大脑会抗议的 这个脑长轴线 脑跟长的轴线是非常的关系密切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要上厕所 就是说你专心 然后有没有说在几分钟之内 你把这件事情解决完 就算是比较健康的 其实为什么会有很多人会有痔疮 为什么很多人会习惯于便秘 就是因为上厕所的习惯不好 如果专心大便 然后做一点按摩 然后大便能够在一分钟内 啪都解决 太快了 太快了 因为我没有办法 专心坐在那里 我一定要看书才有便衣 为什么 便衣也是很重要 我刚才讲脑长轴线 就是你如果经常忽视你的便衣 应该上厕所 你不去上厕所 你的脑长轴线就乱掉了 所以你要上厕所的时候就应该去 那你上厕所的时候就应该专心 这个是原则 一分钟之内就 我想这是因人而异 不应该每个人都这样 有的人他就说一分钟 我一直叮痧叮痧很认真 那常叮痧反而容易痔疮 所以有的人他是觉得说 看个报纸轻松一下 自然而然解出来 这样反而比较不会便秘 所以因人而异 那我同意刚才就是说 大便是很重要要看一下 举个例子 你大便不能说很大口 后来像笔一样很细 那可能就是大肠癌 那那个大便通过的时候 就没有整块通过 就把你挤得很细 所以你大便本来很粗 后来像很细一条线 那可能要 就是大肠癌可能磨齐了 那另外的话 如果大便的话 它浮在水面或是很白 那可能肝啊胆都有问题 那都要去看医生 那当然红色的话 可能就是血便那更问题更大 所以轻松一下的话 我上次去韩国旅行的话 参观皇宫 回来我写一篇旅游报告书 花表在自由时报 那就是他们皇宫 皇帝跟皇后的下面 有个皇间 那那个皇间就是 他的大便的地方的下面 那那个医生 韩国的医生 要去那边取那个大便 可能要闻闻看摸摸看 看那天 皇帝皇后那个大便 见不见看 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那个皇宫 照一张照片很漂亮 下面有两个门 就是去取大便来观察的地方 所以可见大便对健康 是有很多可以 那个情报可以得到 因为在中医来讲 我们是要问这个 就是大便是要问的 大便的情况 是一天上一次厕所 除了我们望文问切 这个看脸色啊 看舌头啊 马脉之外 有一个时问 里面会问到 你的上厕所情况怎么样 这会在我们出诊的时候 都会问得到 所以您刚刚说 这个韩国那个就是 因为韩国他们跟那个 日本有些都是汉英 他要看的 他要观察这个大便 这样 那有时候我们跟那个 年轻的病人讲 你这个上厕所情况怎么样啊 他就说 他应该不知道吧 他就跟你说 他就说 我就上厕来 我哪知道 我就走出去了 不要看 对不对 就像刚刚说 这样就觉得很难过 那如果因为年纪上 会大一点 他就会跟你讲 我长得怎么样 或者什么的 这样 那有的 你就经过我们这样训练的话 你就会叫他看 比如说 那你回去 上看厕所要看 长得什么样 像苹果呢 还是像这个蛋糕呢 长这样 还是像香蕉 他就会来跟你讲 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训练他讲的时候 他就会跟你讲说 他长得这样 或者是像这个蛋糕这样 那这个就是他的水分 或者是青菜的 如果他在青菜各方面 他会长得像香蕉的 颜色也很像香蕉 就是比较好的 就是比较健康的 我们会 水分啊 纤维啊 比较够的 是 吴医师 其实我们讲到宿便 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说 如果你宿便太多 从你的这个脸色 或者说眼睛 就是身体来观察 不一定要从大便来观察 其实也看得出来 口气有办法 因为有人讲话的时候 你会闻到一股大便味 因为他已经累积太多的宿便在里面 然后他就从 他不是只有放屁臭 而是他嘴发讲话的时候 就有那种屎味 我不晓 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过 大家可能会碰到就是口臭了 从我们会有病人 那他就你会发现他的舌胎就很厚 有时候还有各种颜色 比如说你中间是这样子 这样搓搓 粗粗的这样子 就像你说的 有大便的颜色 对 然后旁边可能就会比较暗色的这样 那还有一些人就是 他就自己会觉得嘴巴很黏 那这个就是我们中医讲说 这比较湿热的体质 所以在肠胃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舌头 那甚至有一些 我们有做过那种就是胃镜 加上这个肠镜 如果上去做那个 然后再配合他的那个嘴 舌头里面 他会发现他有时体质上面 跟你的舌头 他是会看得出来的 也就是说当你的大便比较硬 比较臭 或者解得不干净的时候 他的舌相是会出来的 那如果不小心 你的旁边那个人就会闻到 他就跟你讲 你早上起来 那但是他并 在中医的理论讲 他并不是只有肠子的油 人家说俗话功 有火气 他甚至于是我们的胃 你会发现有一些胃溃疡 或者是一些胃热 中医讲胃热 这部分的病人 他比较烦躁的时候 这个胃出来的口气 也会比较重 那其实跟肠子是一口气通的 所以也有影响 是 刚刚其实医师有提到 就是说如果说你一直 很用力的要解 可能就会造成痔疮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痔疮 他就是肛门和直肠下端的 静脉扩张冲血 分内治跟外治 那症状呢就是出血 或者是解变困难 解变会疼痛 肛门会肿胀 肛门内外是会发痒的 那成因有很多 包括慢性便秘 解变困难 职业因素等等 我请一下王医师 其实这个痔疮的问题 现代人好像这个比例非常高 因为现代人压力都蛮大的 压力大的话 有时候水喝的少 蔬菜喝的少 运动的少 甚至睡眠不好 那这些都会影响到 那另外的话 有些人根本 他就忙得一塌糊涂 不然有时间常放晒 有时候他都还要激激激 所以我是觉得说 痔疮的病人会越来越多 那只要他不便秘 养成尿有的排便习惯 那生活比较规律的话 其实有些痔疮会慢慢 不严重 他会慢慢就是消失 那会好 那有一些就是 吃一些消炎消肿的 要擦一些药膏会好 但是如果严重的话 我们认为还是要给 直肠肛门科的医生 弄直肠肛门科的医生 弄直肠肛门科去看一下 是评估要不要开刀 因为我们也曾经碰过 痔疮很严重 他就很怕开刀 那这样子的话 流血流到贫血的也有 是 我们现在来接几位 国人朋友的电话 我们先来接台中 韦先生的电话 韦先生 您好 请问一下 我是两天才会排便 就是两天才会有便义 一般是这样子 但是假如说 因为我碰到星期天 星期天我会运动 而且运动蛮激烈的 可是刚好那天 应该是我排便的时间 但是那天反而就没有便义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而另外就是 我不知道这个便秘 所谓便秘是说你 就是便义的 有大便感觉的 那个来的时间比较久 还是说 大便来有那个便义 但是排便很困难 这是不是都叫做便秘啊 好 我们再来接台中王小姐的电话 王小姐请说 喂 你好请说 叶小姐哦 是 我再请问你哦 你们昨天的电话都打不进去呢 是是是 好那您对于今天的主题 您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嗯 请问啊 那个那个 那个 无 无医师 无中医师 那个 那个 宿便的话 要如何用才会解干净啊 是 好 谢谢 谢谢您的电话 好 再接屏洞张先生的电话 张先生请说 张先生您在线上 有 有在线上 是 请说 我说那个便秘 是 一贯我们那个习惯性的 就是我们里面的数便太多了 就是我们那个血液当中都是缺氧 一切都是缺氧 我们大便哦 大便出来的东西哦 都是有错位 错位就是我们的找序嘛 是 好 谢谢 谢谢您的意见 再来接高雄陈小姐的电话 陈小姐请说 你好 你好 我自创已经有15年的历史 然后我结扎过两次 是 那我 去 一年前就再去 内外制全部都重新再开刀过一次 是 那我开完刀以后 我就不会 我就 没有感觉说有变异 所以我每天都要喝很多的水 喝优柔乳或者是乳酸菌 然后去刺激我的肠道 要不然我就没有排便的感觉 是 那我不晓得以后我要怎么办 因为我才 我还没有50岁 那我不知道我以后我要怎么办 我都是要靠这样子刺激吗 这样子 好 谢谢 是 王医师可不可以就是针对观众朋友的问题 第一位观众朋友他是讲说便秘的定义 那通常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曾经碰过便秘 跟我说 王医师 我一个礼拜上一次厕所 可是都很软很顺 肚子也没碰到都很好 看过好几百个医生都没有效 我说 那也没多到关系 一个礼拜上一次厕所 节省时间 不用跟人家抢厕所 所以理论上他如果大便解得很顺 然后他没有护胀没有护痛 大便也不会说很难过也不会有痔疮 我是觉得你两天一次三天一次都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曾经有人报告过说 像非洲人他吃了很多纤维的东西 大便的量很多 他将来比较不会得大肠癌 那美国人都吃很精细的东西 大便的量很少 大肠癌的比例比较高 所以从这个观点来讲 当然我们是鼓励这种病人说 你如果两三天解一次 那都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还是希望你多吃一些纤维素 看能不能每天解 可能会好一点 那另外的话他有提议说 我一个礼拜运动一次 怎么运动后 反而就是会便秘 解不出来 那我的感觉是 你如果运动后 你都不喝水 那流很多汗 水混反而少 那运动搞不好很激烈 他很紧张 反而是解不出来 所以如果每天规则的运动 那你运动流汗2000cc 你喝2500cc的水补充更多 或许就可以没有这个问题了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 刚才还有说开刀 开了好几次 那这个真的是很麻烦 那我们都是觉得说 因为帮你开刀医生 最了解你的情况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情况 跟你的开刀的医师说 都没有变医院啊 那他帮你开那么多次 因为怎么开我们不知道 我们很难跟他解释 所以他问原来的医师 那另外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说你开刀一定要住院嘛 住完院以后 下一次回诊 他都安排一次回诊 你可以跟他要求一份 出院病例灾药 那就会解释的很清楚 你来的时候怎么样 后来怎么样 我怎么帮你开 有什么注意事项 那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如果这个医生 真的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了 今天夸冻的本来都不好啊 你可以再换个医生 但是你要把原来那个出院病例灾药 拿给下一个医生看 他看一看他可能会有他的想法 或许可以解答你的问题 是 吴医师有一位民众提到 就是说其实就会很担心 这个宿便没有解干净 那到底要怎么判断说 自己就是肚子里面 是不是还有很多宿便呢 就像刚刚王医师讲的 这个宿便的定义就是 可能你他本来就是宿嘛 一宿 可能你觉得你超过两个晚上 就两天了或者一个晚上一天 都没有把真正的大便解出来 也可能是你觉得说 你觉得肚子里面胀胀的 那但是可能也不一定是 我们所说的宿便 也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引起的 就像刚刚说有这个脏器 或者是什么肠的 这个里面有什么肿瘤 这个都要做一个就是检查 要好一点 那如果说你确定 做过一些检查 都会OK的 没问题 可是你就是排便不上 但很多的老人家 还有一些运动不良的 或者是不喜欢吃青菜水果的 他常常会有这个问题 那还有一些就是习惯不良 他就是反正随便节 中午节 晚上节 都没有一个定时的习惯 那这个没有一个定时的习惯 他就变成晚上太忙了 不节 隔天早上又不节 到了三天以后再节 那这个就是可能就形成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宿便 那刚刚那个就是太太讲说 怎么来帮助我们这个宿便节干净 那假如你确定你觉得说 你吃很多 可是你如果吃的是比较是 我们说的那种 较不高鲜的 较精进的食物 就是都是比较是肉多 或者是菜少的这一方面 你可能就要加强我刚刚说的 这个比较优质的这种纤维类 比如说根筋类 青菜类 这些要增加 那有的人都觉得说 我吃那样有厚啊 每次跟小朋友讲 你都不上厕所 你都不吃青菜 他说有啊 妈妈就说没有 他都吃两页 他觉得这样就够了 两页 亏掉了不够 所以这个量你要注意 是不是青菜是不是够 这样 那有时候像我们有些上年纪的 他的肠乳洞还有这个肠胃 他本身是有一点老化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 给他加以按摩啦 所有的运动啦都可以 那但是你在这个按摩的时候 你要注意 你不要给他反过来 你要我们的乙状结肠是在左边 你不要从左边 把它按过去 这样你就腻着这个波动 腻着我们那个肠乳洞的这个运动 就反过来 你就会容易便秘 所以你要从右边往左边这样按 就是从我们的这个肚脐 在右边的这个肚脐这右下方 往这个左边 那有时候我们会 有些病人用一些方法 比如说他会用苹果 在上测的时候 用苹果这样子给他按 是要用力的去按压 就是好像在按摩 因为有时候你肚子软软 手也软软的很难那个 可是你不能用尖锐的东西 所以你就可以用什么 碰肝 苹果 硬一点的 或者是球 或者是那个比较那个 比较有点硬度的球 那这样按 用过来这样子 也会帮助 那当然如果你能做一点说 你的肌力可以做一点什么 讲过起坐啦 瑜伽 就可以让你的盆腔 就是我们的骨盆腔这个地方的运动 增加你的肌力 你也会发现说 你的那个大号上的会什么 除了会顺畅之外 速度又快 然后又一整条很漂亮 是 维师我还有个问题 就是说有人说 如果你有宿便的话 你去按压你的肚子 会发觉硬硬的 那就是有宿便吗 但是我们要理清就是说 他除了硬硬之外 他是不是按的时候会痛 如果真的是说 他是不会痛的 那如果会痛 有可能是什么 你硬硬有的人是脏 或者是哪个地方在发炎 因为如果是我们女生 他有那个 我们有这个子宫啊 还有这个卵巢啊 都在这个地方 那有时候在月经前 你也会什么 脏脏的甚至会有点痛痛 你可能以为那是大便 其实可能不是 是只是这个地方在冲血 所以你越按他如果说 刚好这个地方在发炎 那你可能会更痛 就要注意一下 是我们关心这个 所谓的排便的问题 那我们等一下也要来看 就是说所谓的长期便秘 还有长期腹泻 跟肠造症 还有大肠癌的关系在哪边 我们先休息一下 4月6号 周三晚间10点 公共电视13频道 独立特派员 国宅有问题 给孩子快乐童年 公事只有邀请您来看儿童剧 飞霸小飞飞 叙述朱小明与好友 展开了小海鸥小飞飞的 飞行训练计划 究竟小明想到了哪些方法 让小飞飞学会飞行 过程中发生了哪些 感人又有趣的事呢 公事只有会员赠票 详情请下02-2633-2000 转酒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基金关系 排便的问题 很多人长期受到 便秘痔疮的困扰 但是我们要提醒 就是说其实长期便秘 长期腹泻 反复不定 这有可能是健康的警讯 这个问题出在哪边 来看下面的PCR 躺在病床上的这位蔡老先生 是大肠癌末期患者 刚开完刀取出肿瘤 她很后悔十多年来 老是自行去买通肠软便剂 没想到自己其实罹患了大肠癌 30多岁的黄小姐 连续两年都发现大病出血 原本以为只是痔疮 检查后发现是大肠长息肉 切片后才知道是零期大肠癌 很早期就发现 所以也借着这样子的切除 那我每年最终都还不错 还有20几岁的年轻女性 行着的时候几乎离不开马桶 不停地跑厕所 这种情况长达五年之久 最后连工作都丢了 医生说她罹患的是大肠急躁症 大肠会有这种激烈的收缩 造成她的腹痛 本来是有工作 但是因为这样子的困扰 造成她没有办法去工作 医生表示许多人常未出毛病 习惯自行买成药吃 然而看似平常的便秘 腹泻 便血或痔疮等问题 却很可能是大肠急躁症 或大肠癌的前兆 由于大肠长息肉没有疼痛感 初期除了有大便前线外 没其他明显的症状 因此提醒年满五十岁的民众 每两年要做一次 粪便前线检验 一旦发现自己排便习惯改变 或者大便出血 最好赶紧就医 别再自己乱当医生误判病情 好 我们现在请王医师告诉我们 就是说如果说 我们要让整个一个肠胃的蠕动 更顺畅的话 我们平常 刚刚王医师有提到 怎么一个按摩 那是不是再跟我们做一个说明 说来常愧 我们西医比较没有在按摩 但是刚才讲到按摩的方向 因为我们这个小肠还蛮长的 小肠可能有五六公尺那么长 然后他跑到这个盲肠 这个是这个人面对我们 所以这是他的右边 这是他左边 所以我们刚开始是伸结肠 横结肠 降结肠 然后再直肠 再肛门大出来 所以如果像刚才吴医师 建议的蠕动 就是按照这个方向 因为这是大便的方向 前进的方向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 这里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假设你的大肠还是在这边 因为这个时候大便都是水 它水 你一个癌症这边 它还是流得过去 所以大肠癌如果是在右边的话 在伸结肠 常常没有症状 那发现的时候就是来不及了 但是如果你的大肠癌 长在这里的话 因为这里大便已经成型了 你一个癌症 那要过去的话 可能就会流血啊 会痛啊 所以你如果 大肠癌长在降结肠的话 那这样子症状可以早一点发现 那怎么样按摩 那可能要请我们武医师来示范 武医师您可不可以再用那个图来说明一下 那所谓的肠躁 就是它所引发的这个肠期便秘 跟腹泻又是怎么来的 肠躁的定义就是说 因为我们情绪的关系 让我们大肠蠕动不正常 有时候太快 有时候太慢 那是整个蠕动不正常 包括你的小肠 包括你的大肠 那也有包括你的胃 所以只要你的胃 小肠大肠 任何一个地方 还是两个地方 是全部蠕动不正常 那太快可能就会肚子脚痛会拉肚子 太慢的话 它就会便秘会护胀 这样我们都叫肇肠症 所以跟这个位置是没有关系的 那另外可以补充一下的话 就是说 刚才我们有讲到说 如果肚子摸到一个地方 是不是大便 这个很少 但是我们临床碰过 你摸摸一坨 真的有可能是大便 那要很多大便 急着才摸得到 那有一些人 他是大肠癌的末期 他不知道又很瘦 摸起来真的有一个东西 那大便的话很简单 我们照一张X光 尤其小孩子有时候很不好判断 照一张腹部X光 一照我们就知道 那个大便多还是傻 那这样就很容易区别诊断 是 文医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再示范一下 如果说我现在要做一个按摩 那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是比较好的 我们先把这个肚脐找出来 对不对 那肚脐的右边 那个靠近这边 是我们的伸结肠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就开始什么 在按摩 那当然我们是用手 那你也可以用辅助的 我刚刚说的把辣 粥啊 或者是那个什么 苹果柳丁 苹果 只要不要太尖锐 你不可以用榴莲 你不可以用凤梨 然后按的时候呢 你可以从这边按 就把它挤过来这个地方 那你要按的时候要有一个深度 所以你要 你不要轻轻按 你要用力一点 用力一点 然后从这边把它用过来 然后这边 那会建议说一次带按多久 或者说几圈 要上厕所之前有些人他没有变异感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散 那还有一些我们的病人他是 他在边上厕所的时候就 我们不是现在都做事的吗 他做的 然后就开始按 边按 那当然就按之前 你要麻烦你要把这个什么 蔬菜汁啦 或者是我刚刚建议的这个豆浆啊 这个不要过滤太多的 就是说还再有点渣渣的 那个效果还不错 那我个人试起来也还不错 那还有就是说像有些高纤的 比如说像是火龙果啦 或者是一些比较 他本来有点脂 可是也不会好消化的 不会消化掉的 那可是他会在你的大便 会形成一些渣渣的 那就可以帮助你这个部分 所以你要注意 吃的量要够哦 然后再做一些运动 你就会很快就可以顺畅 是 我们现在来看 所谓的肠躁症 这个是肠胃科常见的症候区 那特征就是腹部会疼痛 或者是脚痛 合并肠道功能的改变 比如会有胀大产气腹泻便秘 好发于年轻的女性 那这个成因可能是 肠道的收缩比正常强久 所以呢食物呢 比较快通过肠道 造成产气胀大腹泻 但是也有可能造成便秘 那这个原因是不明的 可能是受到感觉肌肉神经的改变 中枢神经荷尔蒙影响有关 请问一下蔡老师 我们看这个肠躁症 其实它可能是从很小 就会有这个问题 然后可能是困扰很久 其实肠躁症 现在你看很多小孩子都会长躁症 如果小孩子不愿意上学 或者是逃学什么 你就问一下 他是不是因为肚子有的问题 所以长躁症基本上从小孩子 一直到很大的都会有 刚才定义 其实我有些地方 我不是很同意的地方 当然长躁症 有长躁症的标准的一个判断方式 比如说你会持续三个月 然后有时候紧张 有的人是便秘型的 有些人是腹瀉型的 有些是中和型的 那这个就是有时候你没有办法控制 那他也不一定是跟 跟stress那个 压力也不一定是跟压力有关 那可能是发炎 有可能是都有关系 所以长躁症其实到现在为止是一个谜 那有一个想法是说你的内脏过敏 你的内脏比别人更神经过敏 其实长躁这个躁 躁就是暴躁 敏感都是那个躁 都是这个意思 也许你的内脏特别敏感 假设我们放一个气球到你的肠子里面去 那把稍微放大一点 长躁症的人只要大一点就痛得受不了了 一般人可以忍耐到很比较多一点 比较这种真是比较天生比较敏感的人 那其实我们认为说长躁症是一个很标准的 肠子跟脑筋的联系关系 这种联系关系呢 那长躁症的人就特别敏感 所以你说长躁症的人怎么办 我从小就长躁症到大 你第一个你要学习跟长躁症共处 就跟他共处 意思说你要知道 我就是长躁症的人 那我怎么办呢 我就是天生了 我就不能喝太多咖啡 不能喝太多过敏的东西 那个刺激的东西 我的生活就必须要很有规律 这样才能改善的 这个有没有办法靠药物啊 药物是有的 可是效果非常非常不好 药物就是说 你第一阶段 它可能让你对症 你拉便秘 你就让你吃软便 拉肚子就止泻 然后给你一些那个 益生菌 乳酸菌的东西 第二阶段的话 对付长没有办法了 第二阶段就对付你的脑子了 还给你抗忧郁 这种东西 意思说它真的是脑肠的问题 中医在自治有的长躁症的 也会从脑这一方面 但是在中医的话 它不是说你的脑就是脑 它会关系到你的肝 所以如果以这个五行来讲 木火土金水 那木是克土的 所以当你太紧张了 压力太大的时候 你就睡不着 这个时候是肝在管的 那肝它的定义的 比较广义的 不是只有我们这个肝这样子 所以我们会用一些肝的药 比如说财户疏肝伞 加胃逍遥伞 来让它的这个紧张的情绪 不要去影响它肠胃这个部分 可是这方面的病人 有些人呢 他虽然是很紧张 但是他不会什么 他不会从肠胃 他可能就睡不着而已 可是他会从肠胃 表示他的肠胃本身是比较虚的 所以我们会从一些健脾 去湿的补气的药 来加强他肠胃这方面的一个什么 一个耐受力就是了 所以会从这方面 那甚至于有的时候 他就是很紧张 怎么讲也讲不过他 或者是说吃药也吃得不大好 我们就干脆给你什么 扎针 会用耳朵 耳朵我们上面会很多的那个 我们说的一个神经的一个反射 让你不要那么紧张 让你比较好睡一点这个部分 那甚至于有时候也从肠胃这个系统 从我们会做一些肚脐的疗法 整个把他的肠胃的那种功能 排水排气的功能把它提高 从这个部分 甚至于增上给他加揪 这个部分让他进行 所以会酸管齐下这样子 所以我们也会吃到这一类的病人 但是说实在的 这个都不是短时间的 他需要一个时间的调理 然后加上我们刚刚那个 就是蔡老师说的 这个部分就是你也要跟他学习相处 所以你绝对不要一直去喝咖啡 我要请问一下 我在那个解变的前半段 都会有一点类似我们那个猪肉 不是有一些像蟒生的那种情况 那如果是有这种症状 我就很不容易改变 是 这个大概可以回答了 等一下要再回答 再来接这个是新竹刘小姐的电话 刘小姐请说 喂你好 你好请说 我想请问一下 请说 我从小就有一点便秘的症状 是 然后现在 现在就是 通常有时候大便都要过两三天才便一次 然后有时候每到半个月 会感觉腹泻的症状 你知道吗 肚子变前会很痛 是 感觉好痛好痛 然后就会去上厕所 上厕所然后会很 就是有那种血嘛 有血的症状 是 好 而且那个宫门那个外面 很早以前就发现有那个 好像有那个肉丢出来 不知道是肠子还是什么 有丢出来一点点 好 郑小姐跟我们的症状还蛮像的 好 那我们再来接电话 我特别回答经验 这个台北张小姐的电话 张小姐请说 你好 请说 我那个腹泻 已经一两个礼拜了 有去看中医 可是好像 吃药还是不行 每次吃完饭 就要去拉这样子 每一餐都这样子 害得我都不敢去吃东西 那我现在我在想说 我是不是 是不是像你们说的这样 是什么大肠急躁症呢 还是说 还是说是什么一回事 为什么会这样一直 不屑这样子 好 那我是应该再去 去做西医 做什么检查呢 还是说继续再吃中药这样子 好 我们再来接桃园李先生的电话 李先生请说 你好 请说 桃园姓李 我要请问医师 那个我本来就是在 差不多去年就常常有 这个拉肚子的情况 然后我去看了医生以后 他给我开的药 是那个长臂凝定 还有这个免肠肇 看起来也是有这个肠肇的 这个因素 那我吃了这个药以后呢 我觉得改善的还不错 但是呢 我吃了两次以后 我要再请医生说 是不是可以开这个慢性处方针拿药 他说这个不能常吃 是 那我现在是大部分在吃那个 若干糊跟那个酵素 那我请问医生 那这个是要怎么处理一下 好 那个 就是瑞玲 其实你自己 你刚刚说到的这个观众朋友 跟你的状况很像是不是 是啊 我来经验分享啊 他从两三天有没有 就是你知道 那个两三天会大一次变啊 然后慢慢就半个月 其实我会这样腹泻 然后腹泻完之后啊 然后腹泻过程当中 一开始我会觉得 我以为我得大肠癌 因为 连着大变的时候会一直 那个血会流不停嘛 那我会觉得说 一开始我以为大肠 我去做检查其实不是 那其实你痔疮犯了好吗 你把你太用力去大变了 所以那个旁边的血管都被你 我们说致裂 有没有 痔疮把他那个旁边裂开来 然后有时候你又觉得很痛 因为在你的肛门四周围 小菊花旁边啊 然后都有一些一颗硬硬的东西 然后那个硬硬的东西 有时候你做的时候就 哎就疼痛不堪了 就很不舒服 所以我会觉得说 他这位小姐可跟我们一样 有点长躁症 然后他直接一段时间 他不去大变 又抑制大变的时候 又变成便秘 然后反复发作就会痔疮 那你后来是怎么改善的 没有你就是还是一样 多吃纤维 但是记得要多喝水 因为一般人就说 以前医生跟我们讲说 要多吃纤维 我只听到前半段 后半段没听 然后没有多喝水 就反而便秘的更严重 所以说像刚才医师讲的之后 王医师讲说 我一边喝 就是吃水果 吃高纤的东西 记得也要多喝水搭配 还有说适当的 释放你的压力 像吴老师讲的一样 吴老师讲不要什么天管地管 什么东东都管 什么都不管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便秘就好了 王医师 我们回答这些观众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常常灌肠会不会得大肠癌 我们想常常灌肠是不会得大肠癌 但是你常常灌肠 你那个肛门那边 会越来越没力气 将来你便秘会更严重 所以这是恶性的循环 所以可能就是像我们吴老师讲的 多喝水 多吃蔬菜 多吃乳酸菌 那这个才是王道 你常常灌肠不会得大肠癌 但是肠子也比较烂 那第二个观众问说蟒砂那些 我想如果他指的蟒砂是 我们的肠莲末 大便有些莲末会掉出来 那这个可能是长期的腹泻 或是很严重的病毒 引起的病毒性的肠胃炎 那这个可能要给医生看一下 那这个或许中有他们的看法 那第三个观众是比较严重 他常常大便都有血 甚至肛门有一块肉 那个就是痔疮 那个就是痔疮 那一定要找自然肛门科的医师 那第四个病人是说 他常常拉肚子 那如果拉得很惨 我们还是觉得说 如果常常拉还是要进食 只喝电解脂水 喝电解脂水跟打点滴 补充水分点滴是一样的到底 那第五位男士就是说 他点滴放晒 吃药有好 那么慢性处方 因为那种要吃多了 肠子也会容易没有力气 所以那个医生可能也是为他好 那关于照常症 我要补充几点 就是说对那个蔡教授 比较不好意思 他说那油没什么好 我们觉得药很有效 你便秘来 我跟你便秘的药很快好 拉肚子跟你拉肚子的药很快好 但是你不能吃一辈子的药 治标不治 所以我们治标的药是很有效 那当然就是要调測你的压力 那我常常都跟我们的病人讲 你不但要知足常乐 你还要苦中作乐 你一点要觉得你很好玩 你生在台湾了 像我练我儿子 我儿子那个老二都会讲 对对对我在非洲就是没有鞋子 船没有疏毒 然后为AIDS死掉 在台湾很幸福 你这样子想就比较没有压力 那另外的话有一些人就是说 他要坐八点的车子 他七点五十分到的话就够了 可是他会觉得说 万一来不及怎么办 那种人 那就会拉肚子 那就会肚子痛 所以你就七点半到 你就早一点 不要什么事都时间算得很准 你那个时间拉长一点 我想是会好很多 那最后就是关于照常症 我记得民国七十年的时候我在诊断病人照常症 我一个前辈医师有跟我讲 你们不要把照常症那一个垃圾堆 所有的病人都说照常症 万一有一天他是大肠癌你就完蛋了 所以你要说他是照常症之前 一定要排除一些癌症 排除一些比较严重的病 不要很多病人 这照常症就很简单 医生一定要小心 病人要小心 照常症久了一定要知道什么情况是大肠癌 如果有空可以再说一下 王医师我想请教一下刚有一位民众问到说如果他要做检查 他知道说这些人我这个是照常症还是其他的问题的话 那他到底应该做哪些检查 照常症的检查理论上是医生的话 他这样子看病看久了 他大概就知道是照常症 因为照常症就是吃一些便秘的药拉肚的药 暂时有效 那可能还是在给一些抗焦虑的药 那检查的话我们大部分是检查说把大肠癌排除掉 那大肠癌的检查我们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广告一下 就是说我们国民健康局有在做大肠癌的检查 那刚才好像有谁说那个影片有说50岁以上一年两次 那我们国家现在是50岁到69岁 我们是做大便的三点是用免疫酵素 这比较高级的方法 但是我们两年才能做一次 那当然你可以智慧多做一点 那大肠癌的检查我们最简单的方式有三种 那第一个方式就是粪便检查的话 就像刚才有的医生讲的 美国癌症协会是建议40岁以上一年 至少要做一次 那他可能50岁要两次 那另外可以抽血 抽血中一个CEA大肠癌的指数 那这个如果很高就很小心 就一定要做大肠镜 那最后你还是要去做大肠镜 因为我们大肠镜是诊断大肠癌最好的方式 是 吴医生我们刚刚几位观众朋友的一个问题 如果透过中医来处理的话 来调理的话是怎么调理 这个部分我们是觉得 就刚刚也是就像刚刚王医师说的 我们也常常会跟便人就是做一些沟通 因为他常常是在西医那边吃了 比如说长期便秘 他就吃了药 那这个药呢 倒了一颗两颗三颗到四颗 他就觉得怎么不对劲 都又不上 对 他就来要吃中药 我跟他讲 你那边的药已经吃到四颗了 你还决定在吃中药 加下去一起吃吗 他说人家说中药比较没有这个百孩 我说那表示你的肠子都一直在靠药在蠕动 这个不对 那如果你说你要靠药来吃 那个让他上厕所 这个部分你的肠子会什么 更到后来一样 就是没有什么效果 那个肠蠕动跟肠黏膜都 跟膜下面一块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会开始 用它也是要吃青菜 水果 纤维植 那当然也要什么 去帮助他突破因为他这样的生活一阵子了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让他水分 那还有就是说有时候年纪大了 他其实吃很多的水 那在中药来讲 他有一些我们说的 这个肾水跟我们的废气不够的时候 他的腹肌是用不上力的 虽然他有在运动 可是这一方面的那个水是不够的 我们也会加上一些这一方面的一个 水分加上纤维脂之外 还有就是要教他做运动之外 还要睡眠要充足一点 当你压力很大 睡眠不够的时候 他也是肠蠕动会比较不好 那还有就是刚刚王医师有提到 就是大肠癌的 我在临床有碰过有些病人 他忽然间一直在拉肚子 然后看了西医 看了中医 然后就一阵子就回来看中医的时候 我们就会怀疑他这个 那在临床这有一个 后来我请他去做个检查 去那个就是肠胃科的 然后那个医生也很细心 也很nice 就给他做一个那个超音波 还有就是大肠镜 发现他已经从肝的这个 从大肠癌转到这个肝的这个部分 那他前面就是会有三个月 一直在拉肚子 可是他前面会大肠癌会转到 这个就是肝癌的时候 他前面一定会有经过 王医师说的那个大便会变细 我后来问他 我说你是不是有这样 他说有 你看那本来大肠癌是很好治的 可是现在转出去就变成跑到肝癌去了 那这个就很困难 所以我们的基层医生 也都有在注意这个 可是也要告诉那个观众 这个观众这个朋友 也要注意一下 大便的这个形态呢 本来好好的忽然在变啊 那你就觉得过去的没事了 一个礼拜一个月就好了 可是你再继续追踪 他如果这个情况 就要赶快 要该看的要看 那还有就是我们婚后有病人是 他去做大肠镜检查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只做后面的 前面那个生结肠这个地方 然后他还做那个正直检查 正直检查的时候发现 他有这个癌细胞 可是就一直不知道 因为他是女生 就不知道他是在肠胃道 还是在这个卵巢部分 因为主持在盆腔看到 这样 结果呢 像说都检查都没有 大肠镜做一半 当做一半 后来四年后 出来了 肚子痛的要死 去检查肠鼠塞 已经大肠癌跑到 OK 这个第四级了 当然就是 所以一定如果有发现什么异状的部分 大便的这个形态 还有他的真的很重要 是 佩师 我今天主要我们讲肠造症 我要特别提醒大家 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去触碰到一个主题 就是我们肠子里面有很多的微生物 那这个微生物其实跟这些肠造症 过去不晓得肠造症是什么原因 可是像我们认为说这些菌影响很大 因为刚才提到说肠造症的一个原因 可能是发炎 所以我们研究室最后一个研究 一个大实验 就是我们跟龙肿的肠胃科做肠造症 我们跟台大小儿科 小儿神经科做妥瑞症 做小儿偏头痛 做小儿好动症 这些疾病过去认为跟肠造完全没关系 现在觉得说这样的疾病 还有肠造症 居然是跟肠子里面那些微生物有关系 因为这些微生物会让你发炎 会让你那个肠肉毒素跑出来 跑到脑子里就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其实再过几年 肠造症的机制会开始了解 我相信到最后源头可能是跟你的肠子有关系 所以刚才有位李先生 他说他吃药以后给他吃瓦卡摩托 这个就是一个对付肠子菌的一个好方法 所以说吃乳酸菌 吃油肉乳 喝养肉多 吃瓦卡摩托 这些都是去调你的菌 而这些菌可能影响到肠造症 可能影响到小儿的那些神经性的疾病 这非常有趣的 我最后是不是请王医师谈一下 就是说你刚刚说就是肠造跟大肠癌之间 其实是不是有很多症状你初期是无法分辨的 会有误判的状况 所以就像刚才我们吴医师讲的 就是说你胃癌好又越严重 那你就要划一大肠来 那另外是刚才有讲到说 这个的话他在这边的话 他这个大肠镜不容易到我们的右边去 因为这个时间太远了 那所以像这个的样子的话 他要坐这边很痛你就要忍耐一下 因为有时候医生他在坐 他这个镜子这样子弯到这边来 真的是很困难 所以如果要坐得很深入的话 怕这边有的话 那可能就大股